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韩服天堂暗10月26号的更新消息出来啦 这一次有新增的万圣节活动以及 镰刀石神伺器的新贩售 影片开始之前请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 首先呢就是这个万圣节活动这持续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这两个礼拜的时间你每天都可以接到一个 打500只怪物的任务 那你如果打完这500只 任务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一个 捷克灯笼的武器箱跟捷克灯笼盔甲 那捷克灯笼武器的话他是蓝色的 捷克灯笼盔甲他是绿色的 那你也可以从这个奇岩村庄的活动商人来购买这个捷克灯笼项链以及梦夜捷克的盔甲 那这边有两个盔甲要注意哦 因为等一下 可能他的收藏或是他的兑换会比较不一样一点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他这一次 充装然后可以拿到什么 首先呢就是这一个南瓜的变身箱 那这个南瓜变身箱他是打开可以 获得 蓝色的这个 万圣节梦夜稻草人又或者是 红变的这个梦夜捷克灯笼 稻草人这个变身反正就是 万圣节蓝变跟万圣节红变这样子 OK就跟之前的蛮像的 那这一箱你如果要拿到的话 你要加9捷克灯笼武器 以及加7捷克灯笼盔甲 然后一天是可以换一次的哦 这边是要用绿色的盔甲 加7才能换 因为他这边是没有写说可以替换 OK那武器加9绿色盔甲加7 接着就是祝福一卷轴的部分 则是 加7盔甲这两个都可以 绿色或蓝色都可以 变身币娃娃币 制作箱的话 则是要加8 武器 才能够换 然后名誉币的部分则是一样是 加7 绿色盔甲或者是蓝色盔甲都可以 那这些箱子跟祝福一卷轴一个账号只能做一次而已 好 那除了这些 冲装 换东西的 活动以外 那之前的卡池也是可以来塞的哦 所以 你如果是 之前还没有补齐的 又有机会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镰刀死神伺服器的全新贩售啦 那这次有贩售这个神秘变身跟娃娃11抽 技能卡11抽 祝福 诅咒 武房卷 选择箱跟 奥曼之塔信念之塔的这个补充宝石 还有天壁补给箱 还有这个15天 三段加速跟战卷的一个buff OK 那这个其实 韩服开了蛮久了大概开了 三个多月他才有贩售这个东西 所以台服的 镰刀死神的伺服器应该还要再等一下才能够开到这些东西 因为他开的这些东西 你小玩家跟 口袋比较深的玩家差距就会出来了 好啦那以上就是 这一次韩版的 更新重点分析啦 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新的消息问题情报 也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所喜欢玩天堂M的朋友们 我是小屁我们就下次见 大家拜拜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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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